中美贸易战北京连发重磅,却惨遭最亲密盟国挺身控诉,近日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及《新华网》等,在本周内连发评论员文章讨论及评论中美贸易战话题但多年来,不仅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控诉中共偷盗技术,就连俄罗斯也指控中共窃取其的核心机密。 当然,俄罗斯的转向发生在川普7月16日,见过普京之后此外,有学者表示,王沪宁可能会为中美贸易战担责,被削据部分旋律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对于中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政治军事评论人士康斯坦丁·杜舍诺夫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虽然目前两国之间靠着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维持着相互信任,但这两个大国之间总是有各自的利益关系,是会变得总是会出现利益冲突的。 这也是俄中不可能结成盟友的原因中共对中美贸易战定性,倒打一耙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9日发表了题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的评论员文章文章,称美对华贸易战,绝非一些人高调招敌意识形态,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所能解释。 德奇认为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文章说,无论中国怎么做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 经危及到了美国第一前一日周三人民网核心华网,发布了一篇题为贸易战在前,这篇重磅署名文章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文章这篇标题著有学习小组案,并被冠以重磅署名宣言。 在当天晚间发布文章趁无论什么样的风雨,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脚步。 按致美国阻碍了中国人民的发展。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中共的说法,完全忽略了其偷道美国技术,强迫在大陆外国企业转移技术给中共,设置关税壁垒等行为。 而这些正是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根本原因,加征关税是要求中共兑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 不仅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控中共偷到技术在普京见了川普之后,就连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不仅大批一代,一路现在,也指控中共偷光了俄罗斯的军事技术。 神舟飞船竟然是山寨俄罗斯的俄眉,中共已把俄技术偷光了自由亚洲电台。 8日援引俄罗斯新闻门户网站Lenter新闻社,一间题目为俄罗斯的飞行。 副标题,为中国盗窃了俄罗斯的太空机密,已经没啥可偷得了的文章文章。 就俄罗斯先进武器技术,遭泄密的案件进行评论,并表示与中共盗窃苏俄太空技术的威胁相比,北约获得泄露的俄高超音速武器技术不算什么。 俄最新研制的先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今年7月2,3日74岁的俄航空火箭技术专家维赫托库德利亚夫海夫,已向北约透露俄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机密数据,而被莫斯科法院起诉。 上述文章就这个事件详细介绍了北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太空技术拿到手,并在极短时间内从零开始追上了美俄的历史。 文章说早在60年代,看到美俄在太空方面的成就。 北京也开始了自己的代号为曙光的太空船项目,并在70年代开始培养第一代宇航员但无法成功,被停止。 80年代又曾重新启动结果,又再次失败停止而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中方立即开启了代号为921项目,并高速发展。 最终,在2003年实现了神舟飞船的在人太空飞行中国人,自己也承认神舟飞船是山寨了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 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得到了联盟号的技术图纸,又从乌克兰得到了用于对接的设备。 等在90年代末有俄罗斯官员证实,中方已经得到了俄罗斯及前苏联的载人飞船,全部技术而这都不是通过官方许到获得的,比如直接从联盟号飞船的生产厂能量,进步等工厂获得返回舱的关键零部件等,大量邀请俄罗斯专家到华讲学获得技术咨询指导。 俄罗斯的航天基地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宇航员教授,了相关的技能和技术俄罗斯虽然,也曾试图阻止这种盗窃行为,比如不断高调对外宣布破获中国间谍案,拘捕判刑了俄太空专家达尼洛夫,以及俄科学院院士列射金,拉佩金等多位著名航天科学家指控他们向中国提供太空仪器, 防止太阳射线等各种太空技术,但均未能阻止中方的进程资料图片。 俄罗斯研制的RD-180火箭发动机,Public Pony俄罗斯媒体最后凯探说, 现在北京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从俄罗斯偷得了。 唯一剩下的航天技术,明珠RD-180火箭发动机,中共也正在仿制,并要求俄方专家帮助对支,进行技术鉴定。 俄专家明确表示了拒绝,此前还有俄罗斯媒体披露说,在苏联解体后的困难时期, 一大批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科学家被北京挖走,他们才是中国军事科技,在近年来井喷式发展的根本原因,一细节显示北戴河会议禁尾声。 学者西王沪宁前程,人民日报8日报道,乐62名专家,结束北戴河休假的消息,被认为罕见的披露了北戴河会议的部分过程。 自由亚洲电台9日报道,引述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今年一中美贸易战,宏观经济放在最首要,因为贸易战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 现在主要延缓的是不要让名司机时刻,到来之前31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6个稳,主要是稳经济,稳金融。 我觉得会有一部分意见就是,要和美国结束贸易战,中国要退让这一部分意见占很大的比例。 我觉得人是问题,其次在人是问题。 上集中在王沪宁主要是在贸易战开始时,他主持的意识形态部门,而且是几次接见金正恩,他都参加了好作用没有起到什么。 所以我认为王沪宁这一次要交出一部分权利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